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我要抓Cliff来谈谈谈呢 实在是因为在疫情下 其实我也做过几个面课 就是一些弱势社群 其实在二三月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访问的时候 已经见到他们捉襟见肘 口罩不够 援助不够 还有很多老人家 怎麽办呢 现在这个地步是越来越大事 我自己都不能出街 或者我自己都自身难保的时候 怎样可以去帮弱势社群 独居老人 或者长者 那我就知道 我想你安慰 安心 让我们听一听 踏实一点 听到 其实还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是冒着 哎不要紧了 我们出来 我们直接是要走出去 去探访他们 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那你们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不是 是 大家好 多谢阿蛋哥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人爱堂 在这段时间 目标正如阿蛋哥 我才提 真是想社会更加安稳一点 过去那两个月的时间 是整个疫情的爆发期 我简单 从三方面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知道人爱堂这段时间 首先在服务罪掌方面 我们都好像其他的服务机构 都做了很多一些防疫用品的派发 我们过去那两个月 已经派了25万个口罩出去 超过一万支的拖手液 还有几十种的消化水 也有五百多个中医汤包 七百多个关怀包 这些派发 我们不是透过一些公开的派发 我们是 像刚才蛋哥提到 我们是用家房 和联络在我们日常以前接开的一些服务队长 着个着个去看 和联系 看看需要在哪里 然后我们同事这段时间 因为很多服务单位停下来 但是我们就没有停过工作 就会看到有需要的家庭 我们会直接就去家房 和带这些用品送给他们 让他们更加安心 和不会太过慌亂 在同事那方面 我们当然会继续保持我们基本的服务 而其实里面我们有几个服务 家居照顾服务 院舍服务 和医疗服务 我们是没有停过的 现在公务员 或者很多NGO 同时都停了 要留在家 但是这些服务是不能停的 因为我刚才说的 如果停了 对一些属于长者 或者对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就会很大影响 譬如家居照顾 没有人送饭给他们 没有饭就怎么办 就是不能停的 院舍里面住的老人家 没有人上班 没有人照顾他们也不行的 我们医疗服务 说我们有27个中医医疗车 在全港村座提供中医服务 有五个中医的诊所 两个教育中心 八个 这些我们完全在疫情期间 完全没有停过服务 到这里 我开始问一些我自己觉得很白痴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在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 我想问 你那些中医的医疗车 那是怎样的 是有人求助你才去 还是你知道其实是一个长期病患者 已经是你们认识的 还是 在什么情况之下这辆车会去到那些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戴吉利是 我有一个长者在家 他可不可以找你们 这些医疗车 我们不是在疫情之间提供的 其实我们过去由2003年开始 就一直陆陆陆陆陆增加车数 现在去到27部 是在全港那里穿梭的 那我们其实订了有100个地点的 比较高级的 在一些比较偏远一些 乡郊 或者是一些基层家庭的一些地方 我们就已经是和当地的一些 即将眼法团 又或者屋邨的办事之下 建立好一个联系 我们定期会去的 比如135就来这个屋邨 二姐来这个屋邨 那在社区上的那些人士 已经熟悉了我们什么时间在那里 那什麽在我这里 我们最近没有停服务 那它们比较安心 是在楼下看到的 又不用我们去医院 或者去证所 就是需要去哪里 那我们就去到邨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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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枇 我們每一架車每天都會消毒清潔 甚至我們增設了一些所謂霧化的消毒機 我們每一部車,我們最近會買這些機 每一部車都會做這些霧化消毒 即時做消毒,然後做了這個工作 在保持三個月裏面都可以防止病毒感染 這是令我們提供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 讓我們這些地區基層的人士 可以仍然是拿到一些必要的醫療服務 這是我們堅持在這段時間一直做的 也希望可以幫到政府的公共醫療 就不會涌散政府的診所或者醫院這樣安排 這個是我們正在做的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加上公務人數 超過二百多萬 我想問一下,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 就算我困在家裡突然咳兩聲 是否中招呢? 好了,你們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就是中醫那樣 那他們是不是都會給予這些預防 或者給予這些專業的意見 當然,你說中醫除了治療的效果之外 其實一個比西醫更加好的一個功能 就是保健、養生、預防、質病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所謂叫做自眉病 就是有病之前呢 怎樣調整身體 現在這個疫症 對人體 對貴的傷害比較大 或者是對環境的要求比較高 對一些體控力比較弱的人呢 就異受那個影響更加大 對? 那怎樣提升他那個平時的抗疫力 自己身體的狀況 中醫呢 就其實好過西醫的 那這裡我們有些 整個中醫團隊呢 都可以做到這個安排 正如我剛才提過 我們發了很多中醫的抗疫的湯包 平時有些弱的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家庭呢 我們直接弄好一份份給他 那他們回去呢 放在水裡一煮起他 就可以喝 提升他的免營力這些 這些都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知道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剛才一直都很堅持 就說你們堅持要有這個服務 但是一出去你就有你們的員工 其實就是一定要大家 和你管理層是有一個相同的信念 或者理念 我出去 因為他們是他們要冒一個風險的 就是這個項目 是不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在這裡 做到醫療服務呢 這個就是為了我們部隊上的健康 和他們做一個治療他們的疾病 這些功能性的一些取向呢 就是必然的了 要不然就進不了做醫療服務 那我們請人 都不會請一些保心去做 一些醫療服務的人去做 那這個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呢 現在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大家那個心理負擔 他們都是人而已 就是沒有理由醫療服務的人 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 完全沒有壓力的 那這個是一個惡人之常情 所以在我們機構的層面 就一定會提供足夠的那些防護設施給他們 比如一些我們外科 就是醫療級的口罩 我們特意很貴也好 那我們在日本訂購回來 那就是肯定是最高標準的一些口罩 眼罩啊 還有一些保護衣啊 一些消毒的搓手液啊 這些這些是必然的了 正如剛才提的 我剛才提的那個 所謂噴霧的一些消毒的設施呢 我們在診所裡面都有的 那我們都做足這些安排呢 我們的醫療人員就比較安心些 在一個專心可以去做人常的醫療服務 我聽到就是一種猶言的尊敬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每個人都會盡量躲起來 一來都是的 自己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都是希望這樣不會再去傳染感染 如何都好 大家盡快將疫情減低 但是在大風大雨之間 仍然有Clip帶著的一班這麼專業的團隊 那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我們安心 就是放心 就是真的我們的社區裡面 還有仁愛棠這一班 就是這麼專業 這麼關心我們一班弱勢社群的朋友 那我在這裡代表香港人 多謝你們先啦 那喂 繼續 不要讓他們停 一定 好 一定的 這個是我們做社會服務的一些必然的使命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Thank you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